我覺得不疑美 才真的不知道 台灣自己的利益跟立場 因為你不知道 你台灣的利益跟立場 你才會完全的傾向 甚至還主動幫他澄清 還去質疑打擊 任何提出這樣子觀察 跟質疑的人 台灣人變成沒有質疑 美國的言論自由了 已經似乎變成這個樣子了 然後行政院長在國會殿堂 面對憲法給予立法 委員執行的權利 而且他是用說 美國有這樣子的報導 這裡我還沒有講到 大概沒有登出來 美國川普時期的國安顧問 這就是像國安會秘書長 這個職位的人 對不對 Robert O'Brien 英文的媒體都這樣子登 說第一時間要把台積電 兩岸發生戰爭 第一時間把台積電 相關的基礎 重要關鍵產業給炸掉 過了兩天 據說他好像否認了 他的否認結果是我們台灣的 中央社去訪問他 只有登在台灣的媒體 西方的媒體都在說 川普時期的國安顧問說 第一時間要把台積電給炸掉 隔了兩天 張宗謀就出來說支持美國 去切斷跟中國大陸的 先進晶片的關係 然後認為在晶片的產業當中 自由貿易全球化已死 這種大國對抗之下 的這種地緣政治 已經是很清楚的一分為二 特別是在關鍵的產業當中 這個時候 鄭令文在問行政院長 沒有 美國官員沒有這樣講話 等一下美國官員不是才出來講話嗎 是不是 雖然他是前任的 是不是 那你見過每一個政府的官員 你都知道他沒有這樣一個觀點嗎 是不是 所以這個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台灣 如果洪多拉斯真的跟我們斷交 只剩下13個邦交國 馬政府時期維持22個 本來23 甘比亞自己跟我們斷交 但大陸不願意跟他建交 一直到蔡政府上來之後 22個一下子 砰砰砰 連續丟9個 這個在國際法上 你到底要多少個國家承認你 才是真正的一個主權國家 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人都以為說 美國跟西方跟日本 都支持我們 都挺我們 媒體 人民 政客 不斷的來 來你去跟大陸斷交 他們去那邊做的貿易 他們去那邊做的投資 遠高過在台灣的 因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 最危險的地方這句話 陳建仁不是我講的 不要來罵我 這個是經濟學人講的 連續8篇天然都這樣子認為 你給我看實際的數字 我們台灣人真正要看的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的低薪到了多嚴重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有半導體 只有台積電能夠當籌碼 去找這些外國人來這邊 然後部長來這裡 等台積電都沒有了 等邦交國都沒有了 你還能過境美國嗎 還有部長願意來台灣嗎 我們台灣人 還是低薪的留在這邊 過我們的小確幸嗎 非常非常丟臉 因為德國本身 因為我學哲學的 我們哲學界裡面 大多數人留得的就很了不起 不是理性就是契約精神 通通是假的 他這個部長 帶著部長來訪問台灣 你不是跟大陸有邦交嗎 你跟台灣什麼都沒有 你來幹嘛呢 打這個頭銜來了 又不要見外交部長 然後想的就是我們的半導體 想的就是我們的電池 我們這邊好的東西 沒有幾樣 你都想完以後 剩下的全部都是低薪階級 一點辦法都沒有 像我自己不好意思 我們當台大教授 我們在整個世界講起來 也是低薪教授 這個都不好意思講的 另外我對於外交部長 吳釗燮的這個事情 我是非常有意見 我從小就認為 這是了不起的工作 現在發覺吳釗燮 長得不怎麼樣 英文說得也不怎麼樣 結果什麼事情都是靠美國 那這個就麻煩大了 因為你本身在那邊幹嘛 你這個擺設而已 你現在講說 宏努拉是斷交了 你蔡英文斷交了九國 你不但不難過 你不但不辭職 你還認為這一切 都是美國努力不夠 你不是說是 我為什麼都要靠美國 美國人家現在講清楚 宏努拉是 我說句良心話 宏努拉跟大陸建交是正常 這邊傳出來 就是說價碼沒談妥 那你叫美國去談 價碼談妥 價碼都知道了 人家美國不願意付錢 你也不願意付錢 那就斷交 你實際上 沒有受到大家的承認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九二共識 不是你個人共識 九二共識是國際共識 國際有170幾個國家承認 台灣是大陸的一部分 這個你一定要了解 另外講到郭文蔚是非常好笑的 就是這個人原來品性就不怎麼樣 他講出來的話都不能聽 然後他旁邊納瓦羅跟班農 那更是好笑的人物 還有一個就是波爾頓 他們這些人都是希望能夠把世界大戰 趕快引起來 波爾頓說最先要先搞出把聯合國大樓炸掉 都無所謂 那這些人當中所做的事情的話 跟美國實際上 我們必須要強調 你圍堵中國的過程當中 你的代價不能犧牲過高 美國本身就是說司法獨立 要抓郭文貴是詐欺 這個詐欺的罪名 郭文貴本身的話 不要說哪裡得到線索 非常有可能是MBI自己幹掉的 他說房子燒火以後 現在吃掉權毀 通通在我腦袋裡 隨便我亂講 那這個還得了 但是這些人是土蛋 他們在大陸賺錢的方式的話 到了美國 不合法的就是不合法的 現在他面臨了司法仲裁 大家有空看一下 這個幾年來 郭文貴發表的言論 尤其是在川普總統的時期 簡直是離譜到不能夠聽了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今天被抓也只是剛好而已 而且你被抓的時候 你還可以辯護 你現在把你的財產 在紐約的公寓 紐約的公寓 自己都把它自己燒掉了 開玩笑 對不對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毀滅市政的過程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了不了 這個案子會繼續下去 尤其是經過我們這個節目 一揭露以後 MBI都染上了問題了 這個不會結束 我現在要講一個 以美論 很大的以美論 那你要小心 小心 小心 三個東西 美國的QE已經聽了多久 他不斷的印鈔 他的印鈔就是向全世界借錢 來支撐他持續的美元霸權 然後他的債務違約 馬上到今年的7月 會碰到的這個天花板 31.4兆美元 各位 歐巴馬花了8兆 川普四年花了8兆 然後拜登的兩年才 又已經花了7兆多 這些三個總統都是花大錢 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 限零31.4兆 然後第三個暴力升息 他為了救他自己 國內的通膨 不斷的升息 升息就造成所有 在疫情當中經濟都不太好 大家都不太做投資的時候 錢就從這一些銀行 從開發中國家 不斷的回流 因為你升息 就有利息可以拿 對不對 那會造成什麼 第一個 銀行的倒閉 SBV不就是如此嗎 當然他經營不散 現在更嚴重的是 西方媒體都沒有再注意這塊 前一陣子有關注到 開放住國家 國家因為這些資金的回流 使得他們自己本身 也碰到金融危機了 但西方媒體在檢視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中國的一帶一路 造成他們的債務陷阱 其實大部分是西方的 自己的這些外資的回流 使得他們必須要 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擔負 這些利息的償還 所以這些從QE到債務違約 到暴力升息 美國的這種美國中心 而且是非常自私的美國中心 已經顯現出經濟的衰退 因為沒有辦法 再救美國這個大的經濟 他不斷的1.2兆的基礎建設 520億的晶片計畫 不惜用保護主義 強制政治上壓迫台積電 到美國投資 三星去美國設廠 要去製造美國的供應鏈 對抗中國 可是他的做法是如此的粗暴 而且是如此的從全世界 把錢集中 但這個錢集中 現在問題來了 沒有辦法 他的違約可能會造成 他平等的下降 平等一下降之後 你要現在大家錢 都去買美元 因為他升息 當他平等一下降之後 大家這種恐慌的逃出來的時候 要拋售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那個時候的衝擊 然後美債減少 這個字前兩天美國國會 在跟這個葉倫在辯論的 有國會人說 你先把那些趕快要先償還的 債務先償還掉 我才知道說 原來中國在排面 排在前面 他說不可以還 因為還給他 我把錢 好不容易全世界拿來 我就還給他 減輕了我的債務的違約的壓力 但是結果到後來是反操作 所以葉倫講的大白話 他要去中國跟他談一下 不要給我這樣大的壓力 你們最好的方式 把天花板再抬高一下 天花板又能抬高多少 又能給拜登花多久 美國現在碰到一個 大的金融經濟的危機 這是一個霸權 開始走下坡的一個徵兆 全世界包含歐洲 都繼續在拋售美債 只有乖乖的日本 現在倒過來再買 這是不是一個大的疑美論 這一期的經濟學院雜誌 寫報導的人 一開始講說13年前 他遇到了就是刺激防貸風暴 2001大的時候 發生事情跟現在一模一樣 然後經過巴塞爾的協定 巴塞爾協定3 是要嚴格的管控銀行 推個管控銀行做冒險投資 就是今天SVB倒台的原因 所以說拜登講那個話 根本就是在屁話 根本就沒有意義 他自己這心裡都非常明白 因為你緊了以後 然後馬上美國那個金融界的 Lobby的力量非常大 那個遊說的力量很大 然後馬上又讓你放鬆他的管制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周而復始 事而復始 但是我今天的話 我不講細節 我講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國家 因為美國是一個 以金融為主的國家 因為美國是一個強調 這個極端個人主義國家 現在葉倫做的這一切事情 其中的目的就是 要恢復大家的信心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所有不好的消息 兩天漲兩天跌 一天漲一天跌的情況下 明顯的就是有人在放空 有人在放空全美國的經濟 然後另外的話 來團出一個特別好笑的消息 就很多的銀行 很多的小銀行問自己 到底是我的銀行倒閉好 還是就是在先發完猴利以後 再倒閉好 因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兜底 以前是大到不能倒 現在小到不能倒 大家都想倒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現在面對的壓力 是自己體制內的壓力 請問大家 這些存款戶 把錢提出來放在哪裡 你知道放哪裡嗎 全部放回香港的 中國四大行裡頭 為什麼要放在中國四大行 你一想這個原因就知道 因為全世界嚴格管制金融 你稍微做一點違法行為 就馬上把你抓起來的話 只有中國 只有中國按照規矩來辦事 這個我告訴大家 我在電視前面很負責任講 這是大家最怕中國的地方 一切事情都是照著規矩來做 這裡頭的話 絕對不允許通融 更不允許貪污 更不允許舞弊 那現在在美國的情況下 只要大家聯合起來 一起可以放空 一起可以倒閉 一起可以讓這國家的金融崩潰 你想想看 在這種情況下 31.4兆的情況下 就已經很困難了 什麼數字啊 這什麼數字啊 你知道你寫31.4 後面有多少個零 然後之後的話 你現在又面對了最大壓力 目前為止 你對大陸叫他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這個基本上他已經忍了四年多 現在情況發覺 你自己有問題了 他不用動啊 不用動啊 隨便一叫這種放空的部隊 這種準備這個倒閉的銀行 大家在一起齊心協力一搞 美國真的是經不起這個消息 而且大家要了解 就是這幾年來 我從小到大成長 所有有錢人錢都放在美國 請問你怕不怕 在電視機前面 如果你聽了沒感覺 那表示你沒錢 我先澄清一個事情 我們上面一直寫 國際法院 國際法院 其實不對的 這叫國際刑事法庭 國際刑事法庭 國際刑事法庭 所以他是2002年成立 到目前只有114個國家參與 然後美國 中國跟俄羅斯 都沒有參加 你知道他其實在前兩年的時候 最有名的案例是 他的檢察官 來自於坦桑尼亞的檢察官 要去起訴美國的官兵 在阿富汗跟伊拉克戰爭時期的 屠殺平民 結果被川普政府給拒絕 而且還制裁 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 跟相關的人員 澳洲的軍隊 澳洲政府自己出了一個報告 說澳洲軍隊在阿富汗有殺害平民 然後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 要來做調查 拒絕 沒有像美國還制裁他 但是基本上 這個國際刑事法庭 並不是像我們所理解的那樣子 美國這邊好像非常的支持他的 我也覺得這個時間點好特殊 為什麼在習近平要去莫斯科之前 發布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製造成就是說 國際上 國際上好像是 以及拜登可以拿這個來說 我覺得現在北京 習近平去莫斯科 要展現了一個他一集 在連續幾份文件當中所呈現的 我把它叫做新北京共識 尊重 合作 還有不干涉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 相互的態度 怎麼樣維持一個全球安全 以及尊重彼此的文明和國家主權 所以合作 尊重 不干涉 當然他有很多的整個相關的原則 但我覺得這三個最重要 合作 尊重 不干涉 那在這個基礎之下 大家發現到 在全球化 在這整個相互的貿易的網絡 跟供應鏈環境當中 彼此事實上合作是更有利益 然後再加上 這個中國大陸來的 一帶一路基礎建設 然後南方 全球南方的國家 才能夠自己提升 自己在經濟上的發展 而不會又再淪陷到 變成是西方國家 這種殖民政策下的這種 就是邊垂地帶 這樣子的一種不斷的惡性循環 過去百年來 整個南方國家擺脫不掉西方國家 不管是在話語權 在科技上 在經濟上 在金融上 他們這種中心地位 然後一切都是西方國家 一切都是這種過去曾經 殖民過這些國家的西方國家 美國他們所決定 現在終於中國的崛起 提出新北京共識 他現在就做到一個最大的考驗 已經完成沙烏地跟 就是伊朗的這樣子的一個挫合 現在最大的考驗就是 普丁願不願意接受 我覺得他自己把他這一次 3月20號定為和平之旅 應該有所溝通了 但關鍵是 澤倫斯基能不能接受 當然更關鍵是 澤倫斯基後面的爸爸 拜登會不會接受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拜登的心情 非常非常的惡劣 因為他極有可能變成 美國有史以來最無能的總統 比川普還爛 為什麼 因為他把美國的霸權地位 完全搞砸了 我現在的了解 他現在的反應的方式 這個ICC本身 剛剛楊老師講得非常清楚 一點效用都沒有 而且大家聽起來 就非常荒唐 他底下科比還講說是 習近平跟普京見面的時候 不會產生永久的和平 這不正好你要的 你不應該鼓勵他們見面才對 對不對 你怎麼講這種矛盾的話 這個整個來講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一個跡象 就是長期以來大陸對於美國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的結果 一直忍耐到最後 最近的跡象非常明白 就是說魏鳳和大陸國防部長 拒絕接美國國防部長 叫奧斯汀的電話開始 軍事上就沒有任何的溝通 情況下來講的話 就是突然就提出來 俄烏衝衝突之間的解決 和平方案12點 就是講到了 就是說他們也不針對 也不敵對 也不結盟 但是也不以第三方 為假想敵的情況下提出12點 其中的話 第一點就是尊重主權完整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更精彩 更精彩的話 就是在北京 就是經過協商促使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間的 重新建交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這一筆就知道高下立判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感覺得到 就是說世界上的大國 能夠讓中共進入和平 中東進入和平 原來只有在夢裡出現的 實際上就不可能出現了 現在的話他們自己中東人 我看到最近一個報導 一個中東的記者 在大陸的外交部的記者會裡頭 講了講了掉出眼淚來了 他從小是中東人的 就在戰爭中 所以長大的 你知道嗎 這個對於人來講 如果說像我爸爸媽媽 他們能夠獲得永久和平 他們就不會逃難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對我講話的感觸 就非常深 然後最近的話就是說 最近這個事情的話 有關於習近平 要直接到莫斯科訪問 是整個算是回訪 而且同時在目前這個危急的時刻 在這個緊要的時刻 這個的話 而且已經在電話裡頭 烏克蘭的外交部長叫庫列巴 他都已經表明了 就是說所有的戰爭 最後都是在談判桌上結束的 其實不是交流 就是受訓 簡單講 就是不管是戰術也好 各方面去聽候美國人的指導 看有沒有什麼要改善的地方 出國的錢 當然是我們自己出 至於這個 你要講的所謂的看門國自己買骨頭 這個是一個經典之作 他講的是武器 就是說照道理一些比較昂貴的武器 應該要由美國主動送給我們 但是美國前段時間有說 要送100億武器給我們 後來變成貸款 那好像又偏離原意 但是美國每一年給以色列 編的 贈送給他們的武器的經費 數量都比這個100億還要多 是 所以我們當然不如 不如以色列 我們先弄清楚我們的身分 我們是不是看門口 還是我們是美國的保鏢 還是是什麼 我們自己更弄清楚一點 再來 這個我始終不懂 陸委會去管說 中國大陸用什麼老舊戰機 改成無人機 這不是要國防部管的嗎 怎麼會是陸委會管的 陸委會關心這個 又有什麼意義 那是國防部才能夠去處理 跟解決的問題 未來的趨勢 比如說最近的在黑海上空 俄羅斯跟這個美軍的無人機 就產生攔截 就是俄羅斯用有人戰機 去攔截美軍的無人偵察機 或者攻擊機 那未來可能會出現無人機 攔截無人機 或者是無人機 攔截有人坐著 都有可能發生 那台海戰爭的時候 我們面對一個全世界 最大的無人機 大國 中國大陸 那我們會有什麼處境 國防部可能要預先做準備 不要說殲6殲7改成無人機 他可能也不是幼兒 可能會非常有戰鬥力 買暫時商藥 有這麼急嗎 預備金都在處理臨時的 緊急的使用的經費 去買暫時的商藥 暫時商藥通常放的時間 不可能太久 那請問一下 我們有這麼急嗎 那有這麼急 應該坦白告訴我們所有的民眾 說要怎麼準備打仗 該怎麼躲藏等等 好像這方面沒有做也不太對 宏都拉斯 這個說來難聽 他每一年要我們一億美金 那看起來是很多 可是不要忘記 我們立陶宛一下子就給多少 十二億美金 十二億美金沒有邦交 等於是十二年 那宏都拉斯就是說 那這樣好了 我一年一億要十二年 而且有邦交再加個三年十五年 我們也很難拒絕 那誰去弄立陶宛的 這說來聽聽 本來說還要設立代表處 結果連代表處都不 變成貿易代表處 沒錯 所以我是覺得被立陶宛騙了 那竟然被立陶宛騙了 蔡英文跟這個 自請處分吧 被人家騙了 而且騙得這麼離譜 現在還搞出宏都拉斯 那下一次如果巴拉圭 那我比照 你要給多少 那如果瓜地馬拉也比照 還有貝里斯 搞不好一下飛機的時候 貝里斯的時候 那對不起 一年一億美金 你怎麼說 或者大家照人口比例來算 立陶宛才不到三百萬人口 然後那個宏都拉斯 九百萬人口 瓜地馬拉有一千多萬 你怎麼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外交搞得這個局面 顯然吳釗憲人 腦筋力有點問題 那宏都拉斯當然會 開始在叫板 他可能考慮的是 我先叫板 看你美國什麼反應 看你台灣什麼反應 你要不要報價 你不報價就做算了 那美國現在派了陶德 陶德當然是一個老參議員 很有經驗 他現在是擔任什麼 奧斯卡委員會的主席 德高望重 突然湊這一腳也滿有趣的 怎麼把外交當電影 不過他是很老資格的一個外交家 也是一個參議員 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不太清楚 但是整個中南美洲國家 跟中國大陸生意做得很好 經濟也有所改善 那這一點可能美國要想想 看怎麼幫忙 那至於所謂的 中國的軍火賣到很多國家 這是無可改變的事實 為什麼 第一個他便宜 第二個又好維修 第三個零組件要供應又便宜 這個是有競爭力 所以在這種所謂的 中輕級的武器市場上面 中國的成長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剛剛蔡委員講的 我給他補充一點 他在中非為什麼要推廣軍售 因為軍售是美國第一大國 第二是俄羅斯 第三個是中國 中國賣給非洲這些國家 他不會賣最尖端的 那麼就是中級的這種武器 價錢好 還可以貸款 還優惠 還有最重要的一條 他不管你最終轉移給誰 美國賣東西 我賣給你 你不可以賣給別人 很多條件 那這一條什麼意思 你非洲哪個國家買了 他轉賣給另外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運用 是不是就像我們推銷一樣 送樣品一樣 對不對 因為這個軍火這個東西 一旦你買上了 後面幾十年的維修補保的錢 也要賺 沒有錯 對不對 所以軍火生意 他為什麼美國很擔心 他手術又簡單 錢不夠可以融資 融資不夠還可以貸款 而且批文批得快 快 人家馬上可以到手 而且非洲也不需要買F35 F22 不需要 他只要 所以中國出來的東西 等級跟性價比 在非洲佔了很大的優勢 是 回過來談一下這個 營級規模赴美交易 是 他營級有三種形式 你說訓練我們的部隊 那是不是坦克車 炮車 兵 一起去 對 沒有這個例子 因為你要運這麼多車嗎 但是 國軍用的坦克車 美國沒有啊 那是越戰的東西啊 是 是 對不對 那你跑去幹嘛呢 好 我訓幹部 訓幹部 用美國的戰車來訓幹部嗎 那 如果說你賣我M1 那是最好 上上大級 我就順便去學了 訓了就買回來了 好像不是 那第三種解釋呢 營級幹部 是營長 副營長 營情報官 人事官 後勤官 加上幾個聯長區 那也叫做營級幹部 那是學戰術 我左思又想 我們國軍裝甲部隊 跟美國的交流也沒中斷過 那學什麼東西 我們以前沒學過的 是啊 機甲部隊在城鎮作戰怎麼打 城鎮作戰 因為我們沒有訓練過 是 也沒有這個訓練場地 對 也沒這個科目 從來就沒有想像 裝甲部隊在城鎮裡面 街巷裡頭 對 有道理 為什麼 你這個老舊戰車 在平原上 你沒辦法對抗 中國的九九十戰車 是 你也沒辦法防範 中國那麼多直六直十的 武裝直升機 是 你也沒辦法對抗 無人機跟導彈 還有反裝甲武器 對 放在城鎮裡面是最好 因為左右高樓大廈 擋掉人家平面炮火 對 你屋頂上可以用標準飛彈 打人家的坦克 人家坦克 炮車要進向道的時候 你迎面打 而且我從地下室開出來 所以這套東西 是我們真的沒學的 去新的 在我想 去學是學這個 是 也不會帶著台灣的老坦克 主父輩 真主父輩的坦克 去那邊睡 講良心話 我們還可以教他 這些老東西你會開吧 沒有錯 所以迎擊作戰是這樣 軍售也是這樣 所以第三個就是 我比較擔心千七 千七是很優秀的機種 是以前中國大陸的主戰兵力 戰轟擊 這個飛機攜帶量很大 他不只是消耗我的飛彈 他對你重大的軍事基地 一頭摘下來 帶上了炸藥 炮彈 炸彈一起引爆 加飛機身上的燃油 那遠比一顆飛彈的破壞力 還要強 如果無人機的話 對 因為無人機個子大 沒錯 基督裡面裝滿了油 是 那個駕駛座跟其他的空間 都塞滿了這個炸藥跟炸彈 那一次衝下來 殺傷力 不只是消耗我的攔截飛彈 攔截飛彈消耗 用無人機就可以了 所以這幾個戰術性的變化 對台灣的傷害率很大 沒有錯 中國當然有極大的優勢 可是中國動作太慢了 我記得我從去年二月份 就呼籲中國 把全部的美債都賣光 可是中國慢慢吞吞 到下半年才賣 賣到現在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這個升息是一連串的 所以每個價格一直會下跌 所以中國也蒙受了很多的損失 那我們來談 剛才你提的第一個 就是說美聯儲鞋子落地 我跟他解釋 鞋子落地英文叫BOOTH LANDING 什麼意思 就是利空出境的意思 因為來自英語的典故 就是你樓上住了一個人 很晚才回家 然後他脫第一隻鞋子的時候 蹦一聲 所以你一直在等他脫第二隻鞋子 就等了很久以後你就睡不著覺 所以一定要等他第二隻鞋子落地 所以BOOTH LANDING 就是利空出境的含意 那現在問題來了 聯邦準備一看通貨膨脹還在繼續 他有辦法BOOTH LANDING嗎 沒有辦法 所以大家都提心吊膽 所以現在就在於 到底要處理通貨膨脹 還是要處理金融的穩定 兩個好 兩難 但美國聯邦準備一樣 一定會縮小升息的幅度 延緩升息的時間 但不管如何 這一波的金融危機 造成美國銀行股大幅度下滑 一下滑的結果 原本我們就講過 在這個節目也講過 利息倒掛 就預測明年會有美國經濟衰退 現在加上金融危機 往前提前 所以包括女股神 伍德也是一樣 他覺得經濟衰退危機 一定會往前挪 可能到今年下半年就會出現 這當然是不樂觀的事情 所以你看葉倫急得要死 現在拜登又拿出一個 六 老天啊 六點九兆的預算 其中赤字是一點八兆 也就是說 花十塊錢要借三塊五來 來墊底 禮拜還要 還要包括要付的利息 總共預計要兩兆 一千億美金才補得平 沒有錯 那要跟誰借 要跟中國借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要跟帥將軍借 我要整天打帥將軍 這什麼個話 帥將軍脾氣有那麼好嗎 所以我才講過 帥將軍會消遣我 我說中國現在要什麼 不只要站起來 已經站起來了 不只要付起來 好像也還可以 要強起來 但是要硬起來 如果不夠硬 還問你怎麼跟美國人談判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事情對中國也是難題 不過很明顯的 這一波的銀行危機 不會產生兩千零八年 那種世界金融海嘯 但是很多國家會因此受傷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日本 包括台灣 手上有一大堆美債 對 眼尖人就賠掉了 還有我們的美債 拿最多的是 我們台灣的中央銀行 那中央銀行沒有人會擠兌 所以暫時沒有問題 但是人壽保險公司也沒有人擠兌 但是也賠了一屁股 所以這個美國人真是害人不前 以零為禍 現在還有人敢借錢給美國 你就是買買美國的政府公債 那你不敢借錢給美國 你現在怎麼辦 你預計如果明年經濟衰退的話 你現在惡化不說 要拋掉美債 你不要想太多 那中國當然會考慮 戰略上的利益 談判說你不要處罰我華為 我就少賣一點美債 就談判籌碼 但是美國政府現在一團亂 要打擊中國的是一批人 要跟中國借錢的一批人 借錢就擺笑人 要打擊中國就擺惡連 所以我看中國大陸的政府官員 應付也挺忙的 所以接下來 就看習近平主席怎麼去做這個決定 但是美國的金融界的高層 都已經是準備要在什麼 低檔要收購 收購這種辦垮不垮的銀行 那這個還有他的債網 等到美債得到谷底又再進場 沒錯 我想這個 中國的角度來看的話 跟美國的金融作戰的話 他要製造一樣東西 就全世界對美國的信任危機 Can be trust 因為金融來往 最主要是一個信賴 什麼A加平 A plus A minus 就是對一個國家的經濟 對銀行也好 對金融界也好 是一個平等 當美債危機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1977年78年 我在美國 就看到卡特政府 Jimmy Carter 對 發不出公務員的心想 軍隊的心奉 讓他的總統的威望掉到谷底 所以你看拜登現在很麻煩 選舉時候開了支票 我要恢復美國的基礎建設 對 那又是好幾兆的那個錢 是 對 沒錢做 也做不起來 然後金融危機又出來了 他就拿那個什麼就業率 來撐自己的場面 但是現在幾個大的公司 都拚命裁員 一裁都是數千人 是 然後共和黨就是喘喘欲動 你這個也不對 那個也不對 他內政危機出問題 你還大把大把把錢送到烏克蘭 對不對 到處撒錢 撒得出手也不大方 所以建輪車司機只給5億美金 後來被笑了一盒 補了25億美金 共和黨難道不罵 是 都要派人去審查你原屋的金融 所以拜登現在面臨是 國際上大外交圈子的失敗 國內政治聲望的降低 共和黨的三面夾攻 我這位老先生看 是很困擾 確實是 這個是破在眼前的 搞不好 美國政府再來一次 發不出軍公教 所有人的興奉 地方運作停擺 那問題就大了 沒錯 首先他已經在全世界都在看 是不是中國要來調停 對 所以習近平在美國 拋了這麼多打壓的手段 他乾脆提前去 提前去來講明這個是一個 觸合的一個會晤 對 然後帶著他除了國安局的 國防部長的 航天部的這些 是軍事合作的那個東西 最主要看是經濟 因為現在他要保持中立 他不能拿飛機大炮去給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的經濟援助 就是由中國大陸提供 我拼命買油 買油我有正當性 買天然氣有正當性 那俄羅斯就回報了 那我把外加爾 北加爾湖 其實那也是以前中國的領土 發展雙方互貌 這個也不是很樂觀 因為那邊俄羅斯 並不喜歡中國人在那邊搞 但是地太大了 對 那你不開荒 你不肯 中國人去肯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是給美國的一個信號 全世界都希望和平 我要去促使雙方和談 你在那裡說什麼鳳梁話 所以習近平把這個姿態做足了 就讓全世界看 誰再讓俄羅斯戰爭停不下來 那我已經善盡到勸和的 當然跟普丁有私下的各種會談 對不對 但是至少他現在給全世界擺出來的姿態 歐洲你希望戰爭還要繼續打嗎 對不對 沒錯 烏克蘭你還要撐得下去嗎 這都是很正當的一個擺的現實的問題 今天唯一不願意幹的就是美國 沒錯 所以美國當然要放那個酸化 所以我講這個晶片 中國雖然沒有3奈米7奈米的高級晶片 但是坦克車火炮用的晶片 不是高級的 對 現在一個電動汽車都有500片晶片 超過甚至 對不對 甚至有超過 對 那中國可以生產的晶片 對 28奈米這種很多 他用洗衣機的名義 用什麼名義賣給俄國 行不行 當然可以 尤其 中國大陸的無人機製造技術 跟伊朗的製造技術 都是有高價的 有廉價的 有便宜的 那都用商貿的方式來支援 都可以 所以說大家軍事官評論家也好 經濟學家評論也好 俄乌戰爭 美國還能撐多久 沒錯 這個完全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美國 中國 俄羅斯 都不是這個法院的會員國 所以不接受他的管轄權 那原因在於說烏克蘭 為了打這個官司 烏克蘭臨時接受管轄權 可是他也不是會員國 所以他去告了以後 刑事法庭就直接 因為要把人找到當庭審問 才能夠開庭 所以變成說他不能停外審訊 不能停外審訊的話 就搞一個花招說 我逮捕令是要你來接受審訊 並不是說你有罪 我要逮捕你 這個有點區別 對 再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你現在 中國要協調俄乌兩個停戰 那你烏克蘭要不要撤告 那不撤告的話 俄羅斯的法院 可不可以對折蘭司機 上上下下 要全部發布國際通緝令 這個是很複雜 所以這個是美國所玩出來的 一種宣傳把戲 但是事實上沒什麼 導致這樣弄來弄去的話 會使得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越來越緊密 舉個例子 剛才我們談到有個說 邊境外貝加爾 其實是香港媒體翻譯錯誤 它完全的名字叫做 外貝加爾邊境區 因為邊境區 是一種直轄區的概念 對 要設一個國際超前發展區 其實沒有 就是要讓中國農民可以去種田 那個地方叫什麼 以前叫泥布楚 大家都聽懂了 所以因為是泥布楚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 中俄之間的領土爭議 他沒有想好了 既然沒有領土爭議的話 容許中國人去 還不怕中國人把這領土拿走 現在人口只有100萬人 有很肥厚的土地 中國隨便去就500萬人 所以這個東西 對開墾他的糧食採礦 都很大幫助 那是一個很大的礦需 是是是 所以拜登是